这里我再演示一下关于Mesh3的手轮控制的问题 MV型的手轮控制是在底层的 所以这里 我们首先要把MPG控制 很多的页面不一样 有的显得是Shutter Pro什么的 还有什么那个 叫什么东西 那参数模式控制 所以各个命名不一样 但是都是点这个地方 让这个黄灯一直在闪 这个情况下我们的手轮 你看一下手轮 手轮侧边有白色按钮的 就是一般的叫神按钮 一定要按住之后才能操作 我们在按住的时候 选轴 选xyz 选倍率 这操作的时候页面上它都会有 看得到变化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操作一下 这比较简单的事情 然后我们现在转动手轮 看到它移动的情况 对吧 那非常简单的事情 直接放下用心 都能理解到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